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丝香气飘入杨开的鼻中 笑入体内 竟让他自己一道灵界值的五道瓶颈微微松动了一下 体内原本瓶颈的原力疯狂地流转起来 杨开获得睁眼 伸手一拍墨玉顶 顶盖瞬间飞起 旋起他迅速地施展出来自大道丹音中领悟的九天玄丹诀 一个个法印在手上变换 一道道力量灌入墨玉顶中 少卿 顶内的响动愈发明显 不但如此 竟还有什么东西正在顶内咕噜噜地滚动的动静 再过一会儿 随着杨开收担法觉的变换 一道道流光忽然自墨玉顶中激射出来 杨开早就等着这一刻 见此情形哪儿还会质疑 伸手一抓就将那数道流光齐齐抓在手心处 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看自己这一次炼丹的最终成果如何 只知道出丹六枚 将这六枚新炼制出的道元丹 装进早就准备好的玉瓶之中 杨开一挥手 空间间里储藏的大量元丹便哗啦啦地飞射出来 以他自身为中心 将他团团包裹 前一段时间 杨开击杀了不少强者 从那些敌人手中得到了不下千万的元丹 不过此刻 为了自身的净身 他却将这千万元丹全部抛放了出来 毕竟这里的天地灵气不算太浓郁 想要保证静生所需 就只能利用元经了 元经才一出现 杨开的头顶上方便传来了闷雷般的声响 天地灵气豁然动荡 法则之力在四周萦绕飞舞 不大片刻功夫 杨开的头顶上方便出现了一大片黑色的云彩 那云彩徐徐的旋转者 逐渐地形成了漏斗的形状 四周一阵飞沙走石 日月无光 仿佛是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牵引 被杨开抛洒出来 围距在四周的元经 竟在这一刻纷纷爆裂开来 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炸响声 化作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朝四周弥漫 朝天空之中汇聚过去 杨开头顶上 那黑色的漏斗漩涡 以入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壮大着 声势害人至极 四周原本不算浓郁的天地灵起 也因为得到了大量元经的补充而变得浓郁万分 杨开所在之地 很快便被一片白雾笼罩 那白雾并非真正的雾气 而是天地灵起太过浓郁形成的奇观 杨开对此却似乎毫无察觉 依然盘膝坐在地上 闭眸凝神 神色安然若素 他以心神沟通自身的训练经 感悟着天道武道 体内幽暗星的星辰本源 此刻也仿佛受到了什么牵引 正在有规律地跳动着 得此星辰本源的加持 杨开能更清楚地感受到四周的天地法则之力 他在五色宝塔第三层处 吸收的诸多残破的法则之力 也在这一刻得到了零零尽致的升华 让他得以与自身的感悟相印证 让他的境界得以升华 时间缓缓流逝 那天空之中的黑色漏斗愈发庞大 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 杨开虽然特意选取了荒凉之地作为晋升之所 甚至在这之前还花了几日时间清剿了一下方圆千里的妖兽 但凡事总有一些意外发生 他这一次晋升闹出来的动静如此之大 即便远隔了几千里之地 也依然会被人看到 当那遮蔽了小半个天空的黑色漏斗成形的时候 不少在远处的舞者都观望到了这一目奇观 自然是好奇不已 纷纷赶往阳开晋升之地想要看个究竟 等到这些舞者弄明白 竟是有人要晋升大境界 即将迎接天地能量的洗礼之后 大多数舞者都数足不前了 而是隔着几百里的距离遥遥观望 这些舞者的实力都不算高 毕竟方陵城附近的舞者整体实力水准并不怎么样 大多数都是虚王镜 反虚镜 甚至还有更弱的存在 感受到那天空中汇聚的力量的狂暴程度 他们哪还敢上前 只当是来看个热闹 围聚在一块 冲着阳开所在的方位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人群之中 有一个身穿紫衣 年约二十的心弱少女 修为只有反虚两层镜而已 而且似乎身缠顽疾 不冷的天却穿的颇多 身边有几个虚王镜舞着守护着 少女美眸凝视着远方一会儿 忽然倾咳了几声 他身边几个虚王镜听到声音 都关切地瞅了他一眼 不过大家似乎对这一幕已经习以为常 所以并没有太慌张 待少女平稳气息之后 又都收回了目光 少亲一个虚王一层镜的污者 从远方急速飞了回来 几个闪烁之下便来到了少女面前 小姐 我回来了 那舞者沉声道 打探清楚了吗 是何人在晋升 少女惊起朱唇 声音很轻 那舞者摇了摇头道 有傅小姐所多 那边的天地能量太过狂暴 而那人又在晋升的紧要关头 我不敢凑得太近 也没看清那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过据我观察 这人应该是在突破道远镜 果然是突破道远镜 此一少女似乎早有预料一般 微微寒手 书画间美眸变得明亮起来 这人既然选择在这种地方突破道远镜 那便说明他没有什么亲朋好友 也没有宗门背景 显然是个独来独往的强者 倒是个可以拉拢的对象 文言 跟随在子一少女身边的几个虚王警 都微微寒手 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若有宗门背景 若有亲朋好友的话 谁会愿意在这种荒郊野外 突破大境界的关卡呀 也只有那种独行侠 被逼无奈才会这么做 话虽这么说 但是小姐说我直言 这人不一定能够突破成功啊 另一个相貌中严的中年男子 望着那边 脸色凝重的说道 为什么这么说 此一少女将目光转向了他 那中年男子苦笑一声 他引发的这个动静 为时太大了 根本不是 血王警鼎风的武者 能够承受的 说句不该说的话 他若是无法承受 这次天地能量的洗礼 根本没有存活下来的希望 必死无疑 其他几个血王警听了这话 都连连点头 望着那天空中的巨大黑色漏洞 一脸的忌惮之死 显然若是让他们 去承受这样的能量洗礼 是绝对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这么说 这人的希望不大了 那中年男子道 当然 这只是我的看法 若他真有那万分之一的机会 度过了这一劫难 闯过了这一关墙 那他未来的成就 恐怕绝非我等 所能揣测的 紫衣少女闻言寒声 沉思了一阵 说道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先替他守护一下吧 若他真能成功今生的话 肯定也会念我们一份人情 到时候也就可以 试试拉拢他了 我秦家如今人才凋零 单靠老祖一个苦苦支撑 气运衰败 若能得这人助阵的话 我秦家也可以喘口气了 几个虚王警五指一听 齐齐寒手道 既然小姐这么说了 那我们自当听命行事 正当这一群人准备分散开 替杨开 静声守护一下的时候 那中年男子忽然眉头一皱 凝视着某个方向 敌鹤道 不好 有人要干扰他 什么人 那此一少女闻言一惊 顺着中年男子的方向望去 果然见到那边一片光芒 正朝阳开竞争之地迅速飞去 他们不但没有隐藏自己的身形 甚至也没有隐藏意图的打算 一个个气势汹汹 气息不慎 而那一片光芒中人影灼灼 粗略艺术最起码也有十几个之多 领头的一人身上的光芒尤为明亮 此一少女略一质疑便一跺脚道 跟我过去 看能不能交涉一案 话落 他便一晃郊区朝那边飞了过去 中年男子大惊失色 联盟和其他几人追了上去 不远处 那群正朝阳开称去的舞者当中 很快有人发现了秦家这一批人的动静 那人立刻朝前方喊道 师父 有人朝咱们过来了 那最前方 一个身材矮小 身体肥胖 一头毛发几乎掉光的老者文言 身形猛的一顿 一双三脚眼扫了一下 很快就定格在了秦家一群人的身上 冷哼一声道 几个西王镜的小崽子 也敢来坏老夫的好事 胆子倒是不小 师父 要不要把他们也 那说话之人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 比划了一下脖子 做了一个形象的手势 老者文言 宁笑一声道 姐看看再说 他们既然敢过来 大概是一掌了些什么 老夫倒要看看 他们的一掌到底是什么 十三高见 那人一个马屁拍了过去 不多时 秦家一群人 在紫衣少女的带领下 便来到了老者等人面前不远处 紫衣少女经过这一番赶路 似乎消耗不小 又是一阵猛壳 竟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而紧随着他赶来的中年男子等人 则重心拱跃一般 围聚在少年身边 待看到对方那领头的 矮胖老者的标志性的秃头之后 中年男子脸色悠然大变 如临大敌的惊鹤一声 回首神徒 回首神徒这四个字一喊出 秦家一群舞者的脸色刷得变白了 不由分说 极其催动起自身的力量 随时准备出手 而那此一少女的美眸中 同样闪光了一丝慌乱之色 他虽年纪小 但见识阅历却极为渊博 更何况 封林城附近的舞者 不知道鬼首神徒的人 只怕没有几个 这家伙是个道远一层镜的舞者 也不知道修炼了什么邪功 为人极其婴狠毒辣 常年在封林城周边附近 唯非作戴 依仗自己道远镜的强大修为 抢夺截杀那些实力弱小的存在 对很多舞者来说 鬼首神徒这四个字代表的是一种灾难 一旦在外面碰到这个人的话 那就说明离死期不远了 而且这家伙也不是孤身一人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收揽了一批实力不足的手下 个个都有虚王镜的修为 一般人碰到他们绝对不是对手 只有引进旧路的份 这人不但因狠毒辣 而且还极为激励 城主府中以城主段元山为首 多次派出强者围剿追踪这家伙 却都没能成功 唯有的一次机会也只是将他给重创 却让他逃过一劫 自那之后 鬼首神徒似乎老是安分了一阵 不过消息灵通点的人都知道 他并不是安分了 而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如今他下手的对手 都是那种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的家伙 从不去招惹封林城的家族 和周边的宗门弟子 这么一来 这些家族和宗门中的强者 也就懒得去理会这人了 而城主府也不可能 永不停歇地追杀此人 再加上这人狡猾如虎 这才逍遥至今 说来也是巧合 杨凯选择的静生之地 距离深途和他的那些手下聚集的 似乎并不远 所以一有动静传出 便让他们给查探到了 明白杨凯是个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的舞者 又在突破的关口 这群人哪里还会放过 自然是齐齐出动 准备大干一场 且在这里碰到了秦家的一群人 听到那中年男子的惊鹤 吐头老者一声冷笑 他一开口 跟随在他身边的那些虚妄境舞者们 也都一脸不善地望了过来 大有劳者一声令下便要围攻的架势 中年男子脸色微扁 艰辛地吞了口口水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那紫衣少女一番喘息 似乎回过了劲 这才鸣嘴一笑轻声道 原来是鼎鼎大名的身徒前辈 晚辈有眼无珠 冲撞了前辈 还请前辈不要见怪 哦 身头眯起三脚眼 瞧了紫衣少女一眼 嘿嘿快笑道 在老夫面前还能如此镇定自若 小女娃娃胆子不小 你是哪家的 身徒常年在枫林城周边混迹 自然一眼就看出 紫衣少女只怕有些来头 否则也不会应对得如此得体 若不是这个原因 她哪里会跟紫衣少女啰嗦 以她的个性 只怕早就打开杀戒了 晚辈心情 紫衣少女轻声打倒 醒前 身徒嘴角一瞥 淡淡说道 老夫听闻在枫林城秦家之中 有一个叫秦玉的小丫头 宁患又急却极为聪明伶俐 忍得秦朝阳那老匹夫的喜爱 为此甚至还特意前往黑雪沼泽深处 寻得一枚开阳果替她许命 说的该不会就是你 说的该不会就是你吧 紫衣少女轻咳了一声 安熟道 前辈明见 晚辈正是秦玉 德蒙老祖垂怜 才能苟活至今 神徒一阵怪笑 小丫头果然出色 面对老夫竟也能面不改色 怪不得 金朝阳那老匹夫这么喜欢你 不过 小丫头你找老夫有何事 秦玉带眉皱了皱 沉隐片刻道 既然前辈问起 那晚辈就直说了 前辈这是要去寻那人的麻烦吗 神徒眼睛一眯 不嫌不淡道 是又如何 秦玉道 前辈能否放过那人 神徒嘴角一瞥 说道 给我个理由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声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隔天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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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